今日张博之大方承认三胎生子 获得不少祝福 很久之前的一段节目中 他曾表示结婚只是为了生小孩 老公出不出轨无所谓 即使男朋友要求婚 也必须实现签字承诺孩子是属于他的 节目中张博之直言 婚后老公有外遇也没关系 因为我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小孩 我跟我的小孩在一起就OK了 他不回家也没关系 所以你已经有做好心理准备 有啊 应该怎么准备 因为我不管他有外遇也没关系 因为我最重要的是我的小孩 主持人问 那他只是一个生育机器 张博之也点头承认 更补充说 如果男朋友想要求婚 之前必须签字 承认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孩子是属于他的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